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基因编辑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基因的吊塞盘,绘制生物多样性 2.基因键盘手,弹奏生命的旋律 3.基因的拼图游戏,组合遗传的奥秘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基因的吊塞盘,绘制生物多样性 各位亲爱的生物爱好者 好奇的学生们,以及那些偶然迷路闯进这里的网络游民 欢迎来到基因的吊塞盘,绘制生物多样性的奇妙世界 我是那位被学生们昵称为基因画家的教授 今天我将带领大家一起探索生物界中最神奇的艺术工作室,基因 首先,让我们来点科学的小幽默 你知道为什么基因是最差的画家吗? 因为他们总是在复制别人的作品 哈哈,好吧,这个笑话可能只有生物学家才会笑 但不要担心,我们的旅程才刚开始 基因,这些生命的基本单位,就像是一个无比精细的调色盘 它们决定了生物的颜色,形状,大小,甚至是形位 想象一下,从丰富多彩的珊瑚礁到辽阔的非洲大草原 从神秘深邃的海洋,渗出到高耸入云的山峰 这一切多样性的背后都是基因在默默挥洒它们的魔法 有趣的是,基因有时候也会玩点小把戏 比如说,有些动物会进行所谓的基因伪装 就像变色龙那样,它们可以根据周围环境改变自己的颜色 这不就像是现场集星画画吗? 而这一切都是基因在背后悄悄调整色彩 再来讲个故事,有一次科学家们在研究一种叫做果蝇的小生物 你知道的,那种在水果旁边凡然的小飞虫 它们发现,只要改变一个基因 这些小家伙的眼睛颜色就会从红色变成白色 这就像是画家不小心把红色颜料滴进了白色颜料罐里 结果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颜色 但基因的调色盘不仅仅是关于颜色 它们还能决定生物的形态和功能 比如说,有些鸟类的会形状是由基因决定的 这样它们就能更好地适应各自的食物来源 这就像是画家选择不同形状的画笔来完成它们的杰作 最后,让我们不要忘记 基因还是大自然的记录者 它们记录了生物的进化历史 就像一本古老的画册 每一页都记录住生命的演变 从单细胞生物到复杂的多细胞生物 从恐龙到鸟类 基因都在那里,默默地记录住每一笔每一画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一只美丽的蝴蝶 或者一朵奇特的花朵时 记得,这不仅仅是大自然的作品 这是基因的调色盘在绘制生命的多样性 而我们,只是幸运的观众 有机会欣赏这场璀璨的生物多样性盛宴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基因键盘手弹奏生命的旋律 各位亲爱的生命旋律爱好者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非常迷人的话题 基因键盘手 这位不可见的艺术家 每天都在我们体内弹奏住生命的交响乐 而我们甚至没有买票 就能欣赏到这场无与伦比的表演 首先,让我们来揭开基因键盘手的神秘面纱 基因键盘手,其实是一群在细胞核内的分子机器 它们负责读取我们的基因谱 也就是DNA,并将其转化为蛋白质 这些蛋白质就像是生命的音符 构成了我们生命的旋律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的基因是一部庞大的乐谱 那么这些基因键盘手就像是一位为熟练的音乐家 它们必须精准地按下正确的键 以确保每一个音符都能准确无误地演奏出来 这个过程称为转录和翻译 它们是细胞表达基因的方式 就像是将乐谱上的音符转化为实际的音乐 但是,这些基因键盘手有时候也会犯错 就像是即使最经验丰富的钢琴家 也可能偶尔弹错一个音符 这些错误可能导致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出现问题 进而影响生命的旋律 在某些情况下 这可能导致疾病的发生 就像是一场音乐会 因为一个错误的音符而变得不和谐 不过,别担心 我们的身体里有专门的音乐编辑 也就是修复机制 它们会尽力修正这些错误 确保生命的旋律能够继续和谐得流淌 这就像是在演奏会上 有一位随时准备上场的替补钢琴家 一旦主钢琴家出了差错 它们就能立刻跳上台 将演奏拉回正轨 现在,科学家们正在学习 如何成为超级基因键盘手 它们利用Chris Pair等基因编辑技术 可以精确地修改DNA上的特定序列 就像是在乐谱上进行创意编排 以治疗遗传性疾病 或者创造出具有特殊能力的生物 所以,下次当你听到你自己的心跳 或是感受到你的身体在运作时 不妨想一想 那是你体内的基因键盘手 正在为你演奏生命的交响乐 而这场演奏 从你诞生的那一刻起 就从未停止过 让我们为这些无形的艺术家鼓掌 因为他们真正地弹奏住 我们生命的旋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基因的拼图游戏 组合遗传的奥秘 各位亲爱的遗传学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 既古老又现代的话题 基因的拼图游戏 这是一场始于数亿年前的游戏 参与者包括了从单细胞的阿米巴 倒站在讲台上的我 当然 还有坐在下面的你们 首先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基因这个词的由来 基因 这个词汇最早是由丹麦植物学家 Wilhelm Johansson在1909年提出的 他当时可能也没想到 这个词汇成为后来无数科学家 学生 甚至是电影制作人的梦魇 基因是生物遗传信息的基本单位 它们藏在我们的DNA中 就像是一本生命的秘密食谱 告诉细胞如何运作 如何成长 甚至如何应对那些不速之客 比如说病毒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这场拼图游戏 想象一下 你有一盒拼图 但这不是普通的拼图 它的每一块都是活的 而且每次你拼好一块 它就会改变形状 甚至跳到另一个位置去 这就是组合遗传的奥秘 在性生殖过程中 父母的基因会通过称谓 重组的过程 混合在一起 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后代 这就像是自然界的乐高游戏 只不过这里的乐高快 可以自己决定 要不要互相粘在一起 这场游戏的结果是多样性 正是因为这种基因的重新组合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即使是双胞胎 也有它们的微妙差异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你可能从父亲那里 击成了高个子 但从母亲那里击成了 对花生过敏 或者更有趣的是 你可能有祝父亲的眼睛 母亲的鼻子 但却有驻祖父母的音乐天赋 这些都是遗传 拼图的神奇之处 但是 这场游戏并不总是那么有趣 有时候 基因的重新组合 可能会导致遗传疾病 这就像是拼图中 出现了一块错误的部分 它可能让整个图案 看起来都不对劲 科学家们正在努力学习 如何修正这些错误 这就是基因编辑技术的研究领域 比如Chris Perka9 这是一种生物学上的剪刀 可以在DI上减下或插入特定的基因片段 最后 我们不得不提的是 这场基因的拼图 游戏还远远没有结束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我们对遗传的理解越来越深入 这个游戏的规则 也在不断地被更新 谁知道呢 也许有一天 我们能够不仅仅是玩家 还能成为这场游戏的设计师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 镜子中的自己 或是欣赏家族相册中的老照片时 不妨想一想 你是如何成为这场史诗般的 基因拼图游戏中的一个独特作品 而我们 作为遗传学的探险者 将继续揭开 组合遗传的奥秘 一块一块地拼凑出生命的宏伟图景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亲爱的观众们 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了基因的调色盘 基因键盘手和基因的拼图游戏 这些都是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学中的重要概念 我们看到了基因如何决定生物的颜色 形状和功能 以及它们如何在生命的旋律中弹奏着重要的角色 基因的调色盘是生物多样性的关键 它们像是无比精细的艺术家 在生物界中绘制着美丽的图画 而基因键盘手则是生命的音乐家 弹奏着我们体内的交响乐 将基因转化为蛋白质 构成了我们的身体结构和功能 最后 基因的拼图游戏展示了遗传的奥秘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作品 但同时也可能带来遗传疾病的风险 这些话题展示了生命的多样性和遗传学的神奇之处 它们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和我们周围的生物世界 但这只是冰山一角 遗传学是一个非常广阔和复杂的领域 还有很多未知和带探索的地方 我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节目 对于这些充满趣味和奥秘的主题 有更深入的了解 现在 我想邀请你们加入我们的讨论 与我分享你们对这些话题的想法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或者 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基因的其他方面吗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神奇的世界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